就像剛剛講的嘛,有越來越多的官方或是團體也會開始說 希望網路媒體或是公民記者可以到現場來轉播或是來採訪 那之前就有我們看那個資金區的時候,其實國發會也做了蠻多的活動 就是說希望公民記者或是網路媒體來現場參與座談 那時候是苦辣又有受邀嘛,有參與 他有那個名單是不是有邀請,當初 還是有那個嗎?可以講一下當初那個情形 然後好,先等一下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就有在談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可能就會擔心說未來會不會就是說 讓官方有一種,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因為他找了一個公認會,然後好像他也對外有一些公開的說明 好像就是說那網路媒體是不是就等於一種背書 就是說好像我們來這邊然後參與了 可是就是好像他官方其實是他很公開的去揭露他的一些訊息 那對於這個部分大家有就是可能會想要討論一下說 對於這個部分有什麼看法 因為之前我們有看到有些文章也有談到說 好像現在公民記者很流行,然後就變成是 公民記者去參加很多的活動什麼體驗啊 然後也變成一種公關的,好像某些團體就拿來做為一個公關 然後我覺得說好像公民記者來就又比主流媒體更加公正這樣子的那種風氣 那所以其實大家也想要提一提就說有沒有什麼樣的提醒 或是自己的一些觀察這樣 對對對,你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剛剛表情那麼尷尬 我稍微簡單的講一下那個事情的脈絡 因為聽說有那個活動 因為我們自己內部沒有寫要好 聽說有那個活動 然後呢,他是開放大家自己去報名 那有沒有受邀 好像有,他有寄信到火來往來 然後呢,我們有收到那個信 有一個人就去報了名了 但是他報名沒有跟我們講 就是偉人去報了名,然後沒有跟我們跟他講 那後來呢,有另外一個網路媒體 因為知道了這件事情,就覺得說 國發會是要找這些網路媒體去背書的 所以說就,我們報了名之後 名字就被他列出來嘛 就是國發會之後,我們有的誰誰誰誰誰誰來 然後後來就有人,有另外一個網路媒體就看到說 怎麼國發會搞這種東西啊 搞了一個這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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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會啊 溝通,溝通會啊 搞了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放了這些媒體上去 然後他就問說,古老王有沒有去報名 然後因為,我們後來就用line裡面問嘛 問,丟出來就要阻尋你們 後來沒有人說有報名 後來我們就跟他說我們沒有報名 然後就,我們也簽了那個連署說 我們沒有接到邀請,沒有報名 後來我們才知道我們有人去報名 後來就自己搞亂七八糟 那其實後來有一點點討論啦 就是說,我們其實有 那四場嘛對不對 四場我們有兩場有人去 四場三場有人去 三場都不同的人 那我也去過一場啊 就是基本上我們去其實反而不是坐在 像譬如說有一場去 就是不是坐在網路媒體裡面 也是坐在主流媒體裡面 然後就在我們看 但是也會被人家發現我們有去 所以說,也不能說沒去 但是我們是既有去又沒去 就是說我們想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真有趣 對啊,真有趣啊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觀察跟討論 因為國發會辦的那個溝通會呢 其實大概 在市場下還大概超過一半的題目是 由臥草來問 由臥草來問 那然後 臥草的確也花了很多工夫去準備啦 那也丟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基本上發現 臥草背放的位置 不只是背放 而且它自己放置的位置 有一點點像是公民團體 就是反對四星區的團體的位置 然後呢,整個的東西就變得好像是 我一定要把你打敗 就是雙方變成好像在辯論這樣的一個形態 就是說 譬如說我去看了那場公司講教育問題 就是職務教育問題 那個時候 陳德華 他是代部長 因為新的部長還沒接 你們校長還沒去接 那那個 這個大校長還沒去接 那那個 所以陳德華他代部長 然後就打打打到最後陳德華都覺得講說 我們一定要用這種變 打敗的方式來討論嗎 因為他覺得很奇怪 那 我覺得他是 這個位置的放置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把你變打 就是 所以說我就拼命打打打打打打 那以至於說 沒有問題的地方 我也要抓問題出來 就變成說那種對答 其實已經不太像是一個記者跟官員之間的回答了 因為記者的問題 其實就是你輕問你而不在於辯論或者是質詢嗎 那後來我也跟莫草朋友聊啊 因為莫草也有一點點把自己放置在好像立委提出質詢這樣的位置上 好 我要講這個 這兩個位置是不太一樣 如果說就公民團體的話 跟記者 因為記者其實 我去我就是了解 然後我去跟你對話不代表說我今天跟你完成這個普通 因為我要做報導 但是公民團體呢 就具有一個代表性的問題 我今天如果說去 然後因為官方很喜歡用這個嘛 就是說你們跟民間沒有充分的溝通啊 所以說我們今天辦一個溝通會啊 我已經辦過溝通會 已經跟公民團體溝通過了 結果你還反對 那就你沒道理吧 官方經常用這樣的方式來操作 所以說呢 很多的民間團體在選擇官方所舉辦的各種的協調會 溝通會都會碰到他是否要參加的問題 經常都會碰到這樣的一個判斷 也就是說我的出席跟參加就會造成背書的效果 但是這樣子的思考其實並不發生在媒體的身上 就是我今天開的記者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看整個形式 哪裡有說官方會辦一個記者會 他會把說今天我們辦了記者會出席的有三立民視TVBS 有公視什麼什麼 把參加記者全部列出來告訴大家 那麼官方為什麼要把參加這個協調會的媒體全部列出來 然後報告網上告訴大家 他其實就是在利用這個模糊的空間 也就是說他今天其實國方會要扮演的一個角色就是 因為反正你們說你用到利保院搞得好 大家都沒有資訊透明都沒有溝通嘛 所以說他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把網路媒體擺進來 然後展現出一個跟網路媒體溝通的態勢 所以說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表現出一個就是 團體跟媒體在做事情跟自己當地的位置會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觀察其實那個是 那個狀況其實就是所謂尷尬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說你作為一個媒體 好啊 國方會要辦一個溝通會要講自進區的事 我想要了解自進區我當然要去啊 可是問題是說我一去 他就把你的名字拿出來 就說我跟苦勞網溝通過 我誰要跟你溝通啊 我只是要來了解自己拿資料而已 誰要跟你溝通 可是你只要一去他又把苦勞網 有來參加這個溝通會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當然會選擇 沒有辦法去參加 因為你的名字就被他用了 那現在國發會在設計這樣子的東西 甚至於說我覺得是一步一步的 現在不是行政院都說那個行政院的記者 會有歡迎那個公民團體 甚至說要直播啊什麼什麼的 都在搞這一套 我覺得官方開始在操作這個東西 就是在操作他有進行溝通這件事情的正當性 在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跟我們剛剛討論的 脈絡是完全反過來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還看不清楚那個東西會怎麼樣發展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點有意思的 就是假如說你拿國發會的那一個 自清虛的溝通會的那個例子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們經過討論的判斷是不要去參加 是不要去參加 就是但是問題是還是很好奇的去 就是說就是說因為如果說他擺出那樣子的一個態勢 我覺得可能每一個我們都需要去做一個判斷 會不會構成背書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對啊所以其實有點有趣啦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公民團體 跟媒體之間的角色身分 跟他出現的位置出現的場合 其實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是有可能去然後就是不掛人家 所以自己就去這樣 也可以啊就不要牽到啊 但是但是 幹嘛做事情就變得這麼複雜啊 對啊就很討厭 然後明明就是擺一個牽到 然後不牽到啊 因為我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我去了那一場 後來我也有跟那個臥草同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完全變成一個打電論的形式 就是臥草丟問題 然後那邊回答 然後臥草就再繼續追問他的問題 變成這樣子一個對答的情況 那我在旁邊 我其實在旁邊聽 我舉例子來說 那天教育部其實找了平科大的校長 去放他的資金去成績背書 然後平科大校長就說 我們平科大現在是主要推廣兩個東西 一個是 一個是熱帶雨 熱帶雨這樣 一個是動物的疫苗 隔得有點久 應該沒有記錯 那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去引進外國的學生 到台灣來學這個技術 學完了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技術帶出去 那我們的廠商就可以跟著 居民的地方設長 所以說對我們的是有發展 是有幫助 那所以說平科大現在如果說把這個東西放到資金區裡面去的話 對我們的教育是有幫助 那然後他舉了過去那個 平科大在這件事情上面所做的一些例子 就是我們跟有幫國家會有一些這樣的合作 所以說我們其實會把熱帶雨跟這個動物疫苗這個產業帶來有幫國家去 然後他就做了這樣子的回答 那後來完了 那個會一結束 我就去跟平科大校長印影片 然後我就問他 外交部會有經費補助 後來我就馬上問了說 外交部會有經費補助 那表示說他還是國家所支持的吧 這個產業是不是獨立的發展出來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啊 那後來就開始聊到這些問題 後來越聊越多 是教育部找來背書的 然後他就開始 後來我開始也問他說 你我們現在講的 好像跟教育部在談的這個 這個整個資金區發展策略有點不看一樣 因為教育部一直講說 什麼是國外的人才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因為聽起來好像是走向那種 什麼頂尖大學啊 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比較 不是他現在所講的東西 然後他也開始跟我談到一些問題 譬如說 因為平科大學是技術系統 然後那個教育部講的那種 都是大學系統 我們這兩個部分也不太一樣 所以後來其實在聊天的過程 我發現說有很多東西是有問題的 是教育部已經找來背書的人 都已經開始慢慢提出來說 第一個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依靠國家高度補貼 所發展出來的東西 並沒有真正的發展出一個 獨立的產業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 教育部在資金區的想像 那個大學想像 結果他拿了一個技術系統的東西出來 這兩個東西也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去做一些對 可是問題是說那個是在採訪跟對話聊天的過程 不是跟他辯論的過程裡面 會出來的東西 所以所謂媒體扮演的角色 跟公民團體扮演角色 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也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要去啊 我當然要去 我在看有什麼人可以問 有什麼資料可以拿 可以去了解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當我一去我就變成一個 要跟他對話跟辯論的對象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說 我不是怕輸啦 但是問題是說 我去了之後我就變成 我成為一個他 他可以具有代表性愛 我請了這個人去 我已經跟他溝通過了 所以說 他以後再來質疑 我說我有跟你溝通過 然後變成這樣一個什麼事 這個不是一個對待媒體的方式 不是一個對待媒體的方式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還是需要注意的 那我也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政府 現在做了所有的這些事情 通通用同樣的一個方式去看 可能都還要再看一些具體的個案 那每一個個案 其實都不可能要再去去做一些討論跟了解 這個也會牽涉到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公民記者 對自己的定位 你到底是公民團體還是記者 因為我剛剛想說 這兩個角色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而這個問題就已經不牽涉到 你剛剛講什麼採訪圈 什麼這些東西 而是說你自己對自己的定位 到底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用什麼方式來去思考 你可以做 你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 目前我們都還在莫所做 我還是在那裡 好用 entrepreneurship 別 employees 我還是在這裡 都做了不好 我們八形 棕子